我们下面来开始今天中午的学习 我下面首先来朗读一遍 如何写论文五分钟系列讲座 色识 如何从数据中发现规律 机器学习的五种基础算法 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 人类处理数据的能力是越来越强大 我们做决策的依据 也从传统的主要靠经验 越来越多的转为主要靠数据 我们面临的数据分析的任务也越来越复杂 如何从大量的数据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 挖掘出有用的规律 是我们写论文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这一讲我们就来谈一谈 如何从数据中发现规律的五种基本的数据分析算法 第一种算法就是对数据的回归分析 大家最常用的是线性回归 它可以用于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的关系 前面的讲座中 我们提到在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时 其中的一个要点就在于排除干扰变量的影响 而当我们发现有多个自变量要加以考虑时 我们也可以用多因素的线性回归 来建立多个自变量 对一个一变量的数据 我们也可以用多因素的线性回归 来建立多个自变量 对一个变量的 对一个一变量的数据模型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对于模型中自变量的筛选筛选方法 主要包括前进法后退法和逐步回归法等等 筛选模型中的自变量的一个要点 在于要尽量的避免出现自变量之间 彼此相关的现象 这种现象一般称为多重贡献性 严重的多重贡献性会使模型失真 我们要介绍的第二种数据分析算法 叫做决策数 在常用的线性回归以外 决策数也可以用来建立多个自变量 对于一个因变量的数据模型 决策数是一种 对于一个因变量的数据模型 决策数是一种经典的机器学习算法 它既可以用于连续性数据的回归分析 也可以用于离算型数据的分类分析 决策数算法采用数型的结构 它本质上是通过对数据运用某种归纳算法 进行分类 从数据中生成易于理解的规则 和可视化的决策数模型 比如从根节点出发 通过多个节点对数据进行层层的分类 每一个分类的节点 它的依据都是某个自变量的数值或者特征 使得分类后的每个类别中的因变量的方差 逐渐的减少 逐渐的减小 层层分离以后的最终的节点 就像是决策数的叶子 叫做叶节点 叶节点上的叶面量有同质性 有足够小的方差 而叶节点上的叶面量的均值就代表了绝色的结果 在这一个例子中 X1和X2是用于分类的两个自变量 在结叶点上的颜色是因变量 代表决策的结果 在这个图示的例子中 只有红色和蓝色两种决策结果 但实际上决策结果 也可以是一个连续性的数据变量 我们要介绍的第三种数据分析的算法 叫做随机森林 随机森林是一种由决策数构成的集成算法 这种算法通过随机生成大量的决策数 再根据这些决策数的投票 来优化决策结果 所以叫做随机森林 在随机森林中 用于生成每颗决策数的数据 是随机选择的 用于生成每颗决策数的变量 也是随机选择的 随机森林算法中有两个重要的变量 一是决策数的数量 二是每个决策数中自变量的个数 随机森林可以解决单个决策数中 常见的过度拟合的问题 也可以用于对决策模型中 自变量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 我们要介绍的第四种数据分析算法 叫做关联规则挖掘 它可以用于挖掘大量数据中 数据项之间的关联性 这种算法起源于 对于顾客购买行为的分析 比如在逛超市的顾客中 购买面包的人 同时也会购买牛奶的概率会比较高 那么 买面包和买牛奶 这两个行为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发现这种关联性 可以帮助超市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 在挖掘两个数据线 X和Y之间关联性的算法中 有两个重要指标 一是规则支持度 也就是X和Y同时出现的概念 二是规则智信度 也就是X出现的时候 Y也同时出现概念 关联规则挖掘 从对营销数据的分析开始 在各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 我们要介绍的第五种数据分析算法 叫做K均值剧类算法 这一算法通过对于数据间 距离的迭代计算 对于数据进行合理的据类分组 从而使得每组类的数据点 尽量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而让组间的距离尽量的大 这里的K值就代表分组的数目 把数据分为K的初始组别以后 我们可以计算每组的核心 再通过计算每个数据点和质星的距离 重新分组 经过多次的迭代 最终就可以实现分组的优化 对于K均值距离算法 唯一的关键变量就是K值的选择 合适的K值可以通过经验 或者交叉验证来得出 以上这五种分析 这五种数据分析算法 都是数据科学中建立数据模型的常用的算法 也是我们面对大量的数据时 可以使用机器学习的一些基础算法 机器学习可以使机器像人一样 根据大量的数据做出决策 它是实现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前提 好 非常感谢大家 不知道有没有师父同修 有没有这方面来专业的知识 就请请您来分享 非常惭愧啊 这一篇我真的是不懂 我一点点都不懂 它这方面 这方面我一点点的知识背景都没有 O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要分析的 就叶生老师或者所长 还有其他的师父同学 好 又请所长 好 谢谢 谢谢方老师的引领 带我们又学习了一遍 这一篇呢 地的确确离我们太遥远了 因为后面我前面也说过 后面我们学的基本上对我们来说都比较遥远 刚才您说到的那句话的问题 我自己凭着自己的这个前后文的理解 它应该是对一个因变量吧 就是你确实是读不通 建立多个字变量 对一个因变量的数据模型 应该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里面这篇呢 它讲到了很多的模型分析 后面讲到了这个决策术森林 就是决策术森林这些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无非就是我想结合我们逻辑学 大家最好理解的一种方式 我的理解供大家参考 我们不是说到这个逻辑学 它最终它要是一个确定性 要根据我们的概念判断来进行推理 或者首先是根据概念来下判断来推理 这是我们最最基础的 也就是说入门幼儿班的这样的知识 那么现在这个刘教授讲的呢 已经是高级到后面就是在专门讲论证 讲论文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推理 我们推理是说的最简单的 现在就是现在学的15分钟逻辑学里面呢 它还是最简单的 那么现在实际在科学的运用当中 那么像在这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在这些回归分析里面数据分析 那像今天刘教授讲的这个数据分析里面的话 它已经发展成很多复杂的模型 那么就是通过这些复杂的模型 它肯定它都要保证它的确定性 刚才其中也讲到了 怎么多重线性性 多重这个线性啊 以及怎么样去检验啊等等 以及我们前几天学的有一篇 说到那个数据 是不是正态分布要怎么处理啊 这些都在干什么呢 它无非就是还是要保证一个 我们最后它的结论是确定的 就是如果用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 这个方式来讲 它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只是说现在已经复杂到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也很难理解了 就不是我们现在学的那个 现在同一律 这是最基础的 同一律 排中律 和矛盾律 那么现在呢他们已经你看 刘教授的讲座里面就很少讲什么统一律 对吧 他只是提了 有一次我看提了一下那个循环论证 然后他就提了一次 这样逻辑的时候把这个三要素给我们提出来了 就是概念判断推理 这个提了 但是他就是具体怎么推啊 以及稍微讲了一下那个提到了 归纳推理和那个演绎推理 那么这是两个最从在推理方面最基本的内容 我们今后应该学到 但是很遗憾 我看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教授的26集的这个视频里面 还没有讲到那里去 不知道后面郑师傅或者其他师傅 你们还有没有发现他后续的讲座 因为他这个讲座26讲的话 只讲到概念就结束了 后面就没有了 那么后面还有推理啊 这些尤其推理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那演绎推理 归纳推理是两个最基本的 那还有很多很多了 就是已经发展成 很多的很细化了 在每个领域 那他运用到数学 又把它变成数学语言 运用到计算机领域变成计算机语言 那么他最终的话 所以说我们说他的一个 就是他的最核心的点 就是都要保证他是一个确定的 那么保证他确定的话 有很多的条件 那就在各个领域里面 他各自发展他的 他的不同的条件 不同的模型等等 那么今天这个刚才说到 自变量 因变量 为了 现在时间 其他同学有没有分享啊 大家想不想 有一点点实感 这个分享是 什么样的 就是说那个多变量 因变量 自变量 有一个实感 如果说大家想有个实感 那我就 很惭愧 我一下我也找不到 其他的论文 我只有找我自己那篇 那篇呢 我也比较有把握 那么我就把我自己 能够有把握的地方 告诉大家 其实现在 好的 好谢谢 那我就请给我一下 我来分享一下屏幕 我看看 可不可以分享啊 我这个不行 还要请主持人 给我分享 就是 就你把那个分享 那里点一个允许 多个参与者 分享屏幕就可以 现在是不允许的 是不允许 其他人分享 好 你稍等一下 就是在那个共享 那个地方 你点一下 应该就可以 就是他有个选择 有个选项 共享 新的共享 这里是吧 是的 我也不知道 你那里怎么显示 我把主持人 就是给您 好不好 好好好 实际上 那个功能 就可以的 不用换主持人 我看大家都习惯于 专主持人 这个功能 好 我因为我这里是日语 显示出来 所以我不知道中文是怎么讲 这里 我刚才就是查了一下 你看水极树 决策树 以及它那个森林 这些都是他们这个 在推断 在数据分析的时候的一种模型 那么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呢 就是 我那篇 就是还是 在就是经济研究上面 那么他 这篇我上次跟大家交流过 我做了一个 就是工资的预测 工资分析决定 决定模型 我要分析这个工资是怎么来怎么决定的 那么这就是前面的一个工资方程 这个是我的 你看工资收入的个人函数 我就是根据这个式子来推算 那么这个式子里面后面 这是我要推的一个 也许也可以叫它是一个理论的一个模型吧 那么我就要这里 你看就有很多变量 这个W就是表示的是危机 就是工资 就是我们一个人 他的工资 这个就叫做因变量 为什么叫因变量呢 因为它是由后面的这些自变量来决定它的最后的结果 你看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决定模型呢 就是来决定 我就找了很多因素 你比如说我这个Y Y1A是表示A级 Y的话我自己都忘了是什么 那个工作的年数 现在我怎么那些语言都想不起来了 工作年数叫什么 就说等等有这些很多因素来决定的 然后最后这个mule呢 就是一个误差项 就是一般来说模型的话 它就还要考虑你最后总有没有考虑到的因素 那么最后这就是我的 你看工资函数的估计结果 就是刚才那个方程式估计结果 因变量就是工资年收入的对数值 为什么取对数值这下大家有印象吗 那天正式分享一个就是说我们原始数据 它不是正态分布 它可能就是是一个偏向哪一边 所以我就取了对数 那我当时的样本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取了取的是对数分析 然后你看年龄的平方 工作年限 还有性别 学历 你看这就是因变量 不是这就是自变量 这些自变量 就是说你好比说我们现在 我们这里有九个人 我们九个人大家想想 我们是不是年龄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的工作年限不一样 我们的性别不一样 然后我们的学历不一样 然后学历最具体的 我们就把我们每个人的这些不同的因素 它把它用量化 有的它是本来就有数字的 就是说就带进去 那么像这种男性女性 我们就是叫它是有变量里面又有不同的 像工作年限它是连续的 男性女性这个就是属性变量 它就只能是一二 你就只能是一二三 就是这种是断序的 像它后面也讲到了这个其他的 总之就是不同的这个变量的属性 这种就取法也不一样 它就都带进去这些因素 都可能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工资的水平 所以这个呢 我们每个人的工资的水平 它最终就是由我们这样的一些因素 以及我还没有考虑到的因素 你看这里还有 还有考虑到你是在国有部门工作 还是在合资单位工作 还有你是不是当官 你是不是管理人员 还有你是不是这个 是从事的专门哪一个行业 所以就是行业 你看采取业 我觉得里面选了好多 基本上都包括 还有就是还有省份 一点不一样 最后就是还有常数项 以下最后的误差 就选了这么多的自变量 所以就是刚才也说的 但是我推断的 最终我要决定的只有一个 就是工资 你的这个工资 每个人的工资是怎么决定的 你每个人工资是多少 那么就根据你的这些因素 把它带进去 这就是一个就是多变量的 就是多自变量 对应一个因变量 这样的一个模型 好 其他还有多重线性 这里面也有 多重线性是讲到这个 就是这个因变量 这个自变量 我选了这么多因素之间 因素之间 它本身还有一些影响 所以说在模型里面呢 它要把种种不确定性 以及它的互相影响 都要排除掉 总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方法 那个方法它无非最终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障自己最后的推断 它是精确的 是准确的 是这个合理的 好的 就以上这些分享 我不知道刚才这些内容 应该 我讲清楚了吧 然后我就 好 所长 我想分享 它这个数据方法 我感觉到好像是 就像一种专门的技术似的 是吧 这种 这个呢 就是说数据分析 它是一个 不管你 现在是可以说 它是已经发展成了一个 比较独立的一个 学 也不能叫做学科 我现在也找不出 就是它发展得很快 已经很精细 很精细了 它在很多领域都用到 那么像刘教授 他从事的是自然科学 那我以前的研究是社会科学 其实我们是相差是很远的 那这个模型分析的话 最先是自然科学用的最多 是他们用的很精确很精准 社会科学是后面才发展起来的 但是现在像我知道的就是说 你好比我在日本 我以前在一乔大学读书的话 这个学校的经济学 如果你不懂计算 你不懂计量经济学 它现在发展成一个学科 叫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它呢 你一定要懂统计学 还有就是这些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呢 它只是你在实际操作时候的一个方法 一个手段 它还没有成为一个 确实也有这么 就是我们选课程的时候 有这个数据分析方法 这个课程是有的 这个在我当时在仪乔的时候 也是有这个课程 但是你是不是发展成学科 这个就不一定 所以总之它就是现在运用 也是非常的广泛 再回到我们现在 我们能够接受理解的程度来讲 就是我们逻辑学 所以他说他是那个教授讲的也完全没错 他就是一个基础 他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基础学科 所以他最现代那个思维发展起来 那么我们现在刘教授讲的这个呢 已经是非常上面了 已经是分得很细的地方了 分得很细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你要具体 它是怎么样排在哪里 这个非常惭愧 我也理不清楚 我只能这么回答你 非常惭愧 还请多多包容 好 还有看看方老师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我刚才这么说 没有了 我没有问题了 刚才说早 刚才说早 好 谢谢 我对 我这里呢 也顺便说一下 我现在呢 其实真的 我能够知道的一点 我真的比大家知道的已经很少很少了 我跟大家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这个逻辑学的话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了 那么这个经济学 就是说这个模型方面呢 稍微 稍微自己有一点点经验 但是呢 你们就说 你们也进步的非常快 而且你们的思维非常的活跃 积极性也很高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我也非常随喜赞叹大家的这种精神 钻研精神 但是呢 确实有的时候 也超出了我自己的这个范围 或者说 我呢 可以 如果说按照以前 我可以想当然的跟大家讲一下 但是现在 我也吸取教训 我也不能够随便去乱说 一个是自己不准确的 那么 以前在这方面呢 上师也被上 也被说过很多次 也被骂过很多次 那么我也不能够去乱想 乱发挥 所以我没有把握的呢 我就不说了 你们如果说自己有兴趣呢 那就可以多去查资料 然后你查资料 我可以做什么事呢 你如果查到资料了 你没有把握 或者说 你觉得想找一个人跟你讨论一下 是不是怎么样 那这个我很乐意 我可以尽我的努力 如果我搞不清楚 我还可以去请教 那这些很专业的 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学校以前的老师 那我也可以去请教 就是假设里面有这个 但是呢 这个就需要 如果说你自己有兴趣 那就需要大家自己去努力 我呢 就没有现成的东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点 我非常的惭愧 还希望大家多多的包容 感恩大家的宽厚 好的 我就放麦了 再把对我把主持人再交换给方老师 好的 好的 真的是太感恩所长了 我觉得所长真的是太好 OK 我现在就觉得在这个情里面学习 我觉得我们这个佛事 喜欢这个情 sorry 我真是觉得自己真是太幸福了 然后对大家都是这么的慈悲 非常非常感恩所长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珍贵的应深老师 好有请 珍贵的方老师好 还有珍贵的所长 同学们大家中午好 非常非常有收获 然后我要感谢方老师问了个那么好的问题 然后我总觉得所长总在替我们张罗 总在引领着我们 他把他自己的 他极尽所能在 把自己懂得 都掏给我们了 实际上刚才也就是所长讲 没讲之前可能我也就是一个模糊的意思 但是他这么一讲之后呢 我就更加清晰的认识到 确实是这样 我们可能看到 刘教授讲的这些数学方法 讲了 经理讲了五个方法 回归分析 决策数分析 随机分灵 还有光灵规则挖掘法 以及黑均值 剧类算法 在这里边其实我自己 这些数学知识啊 我也不是太懂的 我可能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一个就是回归分析 一个是决策数 还有一个是黑均值 具类法相对比较多啊 仅仅如此而已 其他的两个我自己也是 也是要主动的自主的去学习 但是这些方法其实 只能说懂得皮毛也不是太懂 也不是太懂的 只能说相对比其他两个的学了一点点 那之前所讲没有讲 之前其实我只是个模糊的认识 毕竟最近刚刚学了这个逻辑学嘛 这逻辑学 这个老师 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 那老师他把他分享出来 他把他那些理论 把他给 把他梳理出来 实际上 他们梳理之前 可能只是有个模糊的认识 一个感性认识 他梳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 理性认识 比较清晰的一个理论 那么刚才所长所讲的 我也是 非常赞同 真的非常赞同 就是 其实这些数学 它也是在逻辑学的基础之上发展的 它是一种细化到数学 这个学科吧 但是它是运用数学的方法 用这些数据数字 还有这些模型 这些方法 那么得出这种 科学严谨的结论 那么我们 好多世间人 他对数学家 他对数学家发明的这些模型 他很信任 在我们 尤其在理工科 你要是 写论文 你没有这些数据 他是 对你这个论文 他会觉得你 怎么说呢 他幸福度 他不是很高的 他要你有什么模型 去计算 他会对这些 有数字 有模型推导出来的 这些结论 他会更幸福 像刚才所长所长的 他其实这些数学模型 这些数据 他也是 这些方法也是 在这个逻辑学的基础上 有数学方法 把他 有数学家 把他给 这个建立 构建好这些模型 这些方法的 当然这些方法呢 我们将来 作为一个普赛行者 都要去学习 但是我们现在 不要觉得这些方法 一看了就觉得 好难 实际上 他都是 我们要是把他 梳理好 他们之间关系 他的目的就是 用另外一种方式 去证明我们的 这个结论吧 让我们 有可能 他有这种 跟性缘的 他会相信这一些 那么你会 对他说服力 会更强一些 他会 这样的话呢 你写的东西 你的结论 他会心服口服 那这是一种 我觉得方老师问的 是不是一种技巧 是一种方法 我认为应该 我自己个人 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认为他就是 他是以逻辑严谨的 这种数学模型 数学方法 用另外一种 这种方法 这种方式方法 来推导出 你的这个结果 结论 去证明给大家看 但是他都是建立在 逻辑学的基础之上的 因为众神 他的根性源 各自不同嘛 好了 那我就补充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 讲的有没有清楚 如果没有 因为也是 黄婆卖瓜 黄婆卖瓜 先写先卖 加上过去的 一点点的理解吧 一点点的基础吧 那我也不知道 讲的是不是合适 如果有错了 请大家多多的指正 我再次的感谢大家 我也非常认同 方老师所讲的 这里就是个 幸福的大家庭 在这里 大家都表现得很好 我们在这里 不仅学到了 国法 学到了 世间知识 还建立起 出生的友谊 我希望跟大家 长久的保持下去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的感恩 珍贵的 叶山老师 您的分享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 就是向您多多的 祈求您多多的赐教 也非常非常感恩所长 真的是感激 佛 所长 真的太慈悲了 太慈悲了 好的 好的 好 那我们今天中午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我们明天中午 我们再见 好 恭送所长 恭送各位大德师傅 同秀 我就放慢了 感谢观看